主持人 我們先開機 然後我們隨便按一顆 它現在已經跳ECN了 表示有問題 然後我們就是要把面板四顆螺絲拆開 然後我們後半也打開 等一下方便觀看 我們先關機 然後我們把這個袋子拿起來 我們就拉出來外面 倒過來量會比較方便 然後我們就是轉到220 看有沒有送電 轉到200 如果電壓是110的話 電源打開 我們就量黑色的貢線 白色的馬達線 如果按的話它有送電 那表示主機板是沒問題的 當有送電的話 主機板是沒問題的 但是馬達不會轉 表示馬達沒有充電 就是馬達要做更換 就算了 就算了 給你打開 接著馬達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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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